冰王归田 直播传奇 第一章 冰王归来 张旭曾经是特种部队中的传奇冰王 经历过无数次生死攸关的任务 然而 在完成最后一次艰难的任务后 他选择了卸甲归田 回到了家乡的小镇 这里没有战火 只有平静的生活 然而 退伍后的生活并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他虽然远离了战场 但心中的估计和对一个人的思念却无法消解 那个人 是他年少时的青梅竹马 顾小小 顾小小如今是一名人气直播主 拥有无数粉丝 张旭每日看着他的直播 却始终无法鼓起勇气告诉他自己的心意 某日 张旭的老上级找到了他 你堂堂一个冰王 干什么不好 非得干直播 张旭淡淡一笑 回答道 不偷不抢 还可以找美女连迈 倾诉相思之苦 有何不可 第二章 直播出体验 张旭决定尝试直播 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他选择了一个不起眼的直播平台 取名黑衣水友 第一次直播 他穿着一身简单的黑衣 坐在简陋的房间里 屏幕前只有寥寥数人 大家好 我是黑衣水友 今天我们来寥寥生活 张旭的声音低沉有力 却带着一丝拘谨 起初 直播间的水友们对这个陌生的主播并不感兴趣 直到张旭展示了他的特种兵技能 瞬间吸引了大量观众 他一边直播 一边回忆着与顾小小的往事 无意中透露了自己对他的思念 第三章 水友们的反应 随着张旭的直播人气逐渐上升 他的直播间也成为了网友们的热门话题 水友们开始注意到这位深情的黑衣水友 纷纷猜测他的真实身份 某日 顾小小的直播间突然被大量水友攻占 请黑衣水友出去 不要霸占主播女神的直播间 我们要看顾小小 顾小小看到这些弹幕 心中充满了疑惑 他打开了张旭的直播间 想看看这个传说中的黑衣水友到底是何方神圣 当他看到张旭的面孔时 心中猛然一震 这不是他年少时的那个他吗 第四章 连迈相见 某日 顾小小主动提出与张旭连迈 这让直播间的水友们激动不已 当两人的面孔出现在同一个屏幕上时 仿佛时光倒流 回到了那个无忧无虑的年代 张旭 真的是你 顾小小眼中闪烁着泪光 张旭点点头 微笑道 是我 小小 好久不见 两人开始聊起了过去 水友们也沉浸在这段温馨的回忆中 张旭终于鼓起勇气 向顾小小表达了自己的心意 一颗心我只爱一个人 一艘火箭 我只留给最爱的那个他 顾小小听到这句话 忍不住泪流满面 张旭 其实我也一直在等你 第五章 重新开始 自此 张旭与顾小小开始了一段全新的生活 张旭的直播间越来越火爆 而顾小小也因为这段真挚的爱情故事 吸引了更多的粉丝 他们不再是彼此孤单的影子 而是并肩前行的伴侣 张旭利用直播平台 分享自己的特种兵经历 传授防身技能 帮助更多人了解军人的生活 而顾小小则与他一起 共同面对生活中的挑战 并在直播中展示他们甜蜜的日常 第六章 未来展望 数年后 张旭与顾小小已经成为了直播界的传奇 他们的爱情故事被无数人传送 张旭依然坚守着他的承诺 一颗心我只爱一个人 一艘火箭 我只留给最爱的那个他 顾小小笑着依偎在张旭的怀中 两人共同展望着未来 他们知道 无论前路如何 彼此的心永远紧紧相连 在那苍茫的岁月中 张旭与顾小小的爱情 如同那灿烂的烟花 照亮了他们的世界 并将永远不朽 后继 这段跨越现实与虚拟的爱情故事 在直播界成为了佳话 张旭与顾小小用他们的真情 证明了无论经历多少波折 真爱中将胜过一切 他们的故事将永远激励着 每一位追求幸福的人 他们再次追求幸福的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